显示高的射灯就一定好吗 这期我们来讲一下 那这期这个灯呢 我们是在摩保上来的 它的RA是95的 我们看一下RA95 15度 3500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首先我们来测量一下 看它的显示指数 是不是真的是95 我们来用光谱仪测试一下 标称是95 其实它的显示指数只有91.5 那它的色温呢 是3200K 看一下RA9值也还可以 已经大于50了 那其实从测量上面来看 这款灯的数据好像是还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光 光效 光斑跟控光 还有它的光色怎么样 不知道视频是否看得清楚 你看 它的光是不干净的 你看这里有中间偏黄 这里又偏蓝 它的光斑是不干净的 而且 它的控光非常不好 它这里有分很多层的一个 1234567 好几层的这个浮光斑 对吧 所以说我们来看看对比 我们看另一个灯 这个也是3000K 这个也是3000K 那我们来看一下区别 这个光色明显就偏白 偏绿 暗沉 没有高级感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也同样是3000K 透进光学 但是它的光出来就非常高级 所以说不是说 RA90就一定好 限制高的灯 不一定是好灯 也有可能是这种灯 评判一个灯 好与不好 不仅它的参数要高 而且它的控光要好 它的光色要干净 这才是评判一个好的灯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的是照出来有高级感 而不是它的测出来的参数高 所以我们再去某宝上买灯 哪里买灯都好 我们一定要多买几个 多买几个样品 回来测试 回来对比 一对比就知道区别了 我们看一下这成果 对吧 哪个更好呢